诗文天地 小仓鼠的大冒险 河里有只小仓鼠 快 抓住 抓稳了 我的瓜皮船没了 不能去大海冒险了 冒险 以前我很胆小 晚上经常会害怕 奶奶就会坐在我的床边 念童谣给我听 小仓鼠 爱冒险 叶子翻 瓜皮船 飘到大海看一看 浪花朵朵 像高山 我也想像 童谣里的小仓鼠那样 勇敢地去海上冒险 可是现在 才刚下水 船就没了 对了 我们可以再帮你做一只瓜皮船呀 新船做好了 谢谢你们 我要继续去冒险了 再见 刮皮船飞起来吧 小仓鼠 小仓鼠 你别伤心了 我再给你吃一只瓜皮船 那冒险家 怎么这么难呀 有了 我也是一位仓鼠冒险家 要不咱们去请教他吧 太好了 熊猫爷爷 快带我去吧 冒险家 冒险家爷爷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在海上冒险的时候 一直陪着我的帽子 你太厉害了 我怎么才能变成像你一样厉害的冒险家呀 孩子 想成为冒险家 你得先学会这件事 跟我来 穿好救生衣 记住 冒险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上来 我教你怎么开船 起 落 飞起来 孩子 现在你已经学会了 关于冒险的所有知识 这个送给你 小冒险家 出发吧 谢谢你 起风了 巨浪 谢谢 是小仓鼠 小仓鼠 爱冒险 叶子翻 挂皮船 飘到大海 看一看 浪花朵朵 向高山 后来 小仓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了大冒险家 诗文小讲堂 小朋友 今天我们认识了一只勇敢的小仓鼠 你还记得那首童谣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小仓鼠的大冒险 小仓鼠 爱冒险 叶子翻 刮皮船 飘到大海 看一看 浪花朵朵 像高山 爱冒险的小仓鼠 用大叶子来做翻 用西瓜皮 来做船 它乘着 刮皮船 去大海里 冒险 越过了一朵朵 像高山一样的浪花 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困难 最后 小仓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大冒险家 小朋友 当我们在生活里 遇到困难时 要像小仓鼠一样 积极想办法 勇敢面对哦 嘿嘿 诗文儿歌 小仓鼠爱冒险 叶子翻 刮皮船 飘到大海 看一看 浪花朵朵像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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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样的 可爱 了 江星 有叶子 赢 有叶子 有叶子 已 停 那 要